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您说 妈 我这次跟那个杨绕他妈接触 我觉得不是像您说的那么恶劣 我去到那儿他妈跟我说 就说 说果然 说一定替我感谢你妈妈 你妈妈这个 不愧是优秀的人民教师 把你教育得这么好 这么能够乐于助人 我觉得妈人家这个话说的是真心实意的 是不是 另外也给您 又拿牛肉干尝尝 又说 说您要爱吃 在城墙送给您 我说你怎么能 相当于父亲请罪了 是不是 妈 您先尝尝 好不好 看看您儿子的面 尝尝 好吧 来来来 我给你打一下 好好好 好 我给儿子个面都行 我给儿子面都行了吧 跪着呢 这跪着呢 这个 跪着 您先看看 爱吃不爱吃 尝尝 这是什么呀这是 毛妞她 她 她就是照样的 我 我 尝尝 我答应 你不要命了 你干嘛 发霉了 致癌物 这什么呀 就不是致癌物 她那个白的吧 她那白的我估计可能是盐 完了就是真空里有一点露气了 她怎么长毛呢 那这包装挺好 咱们里边会长毛呢 我看生产日期 我 我 我知道了 她一看着包装挺好的 对不对 也不知道理得什么样 再看没看清楚保质期 完全隔壁箱里 隔壁箱里完全就倒出了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就两瓶金六福就把你给收买了 你怎么竟向着她家说话呀 这不明摆着吗 这诚心在恶心我 是无言的诅咒 你怎么这么思考问题的 你能不能往好处去想啊 我往好处想 我说妈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她妈这是一个心意 就可能也没想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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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生气 我真的不会生气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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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 我怎么会跟一个 没有素质的女演员一般见识呢 我说妈 那个我 我回头再让她妈 你爸知道 我年轻的时候啊 就不跟女演员计较 果然呐 妈再一次提醒你 你千万不要被杨桃的美貌 所迷惑 更不要被她妈的糖衣 她们家庭的糖衣炮弹 所击中 对了 我该睡午觉去了 老果呀 你喝酒的时候 也得当心点 别里边掺了什么东西 法国 你把人扔了我保护 那行 果然 你别 别走 你这点 干嘛 我想想办 我想想办法 想想办法 您坐坐 别走 不管怎么会 这是人心意 您明白吧 是 我明白 果然 这是你妈腌的泡菜 你给草子妈拿去 就说你妈回的理 挺没坏的 没坏没坏 刚腌的 快快快走吧 都醒了 你爸 对 百分之百这颜毛 那这手感还挺好 玉玛 怎么这么老的颜色 是老头穿的吧 也不是 我帮您选一件 您看一下这一件怎么样 这颜色倒挺亮的 那个 手感也挺好 五折 对 打五折 你这有没有比这再大一号吧 这个我们有大一号的 那请帮我拿一下啊 好的 您收到 谢谢你啊 我 谢谢你 桃子 那个我给果然买了件衣裳 我一会儿给你送店里去啊 行吧 别问了 看见你就知道了 好 拜拜 我妈送给你妈的 牛肉盖特别好吃 谢谢 阿姨真客气 阿姨自己亲手做的吧 我跟你说 我妈早就把这腌好了 一直就等着他们一个机会 送给你妈尝尝的 你拿回去先给你妈尝尝 让你妈爱吃呢 完了我妈再腌 再腌个食品玩的 给你妈送过去 对啊 这会儿真好玩 阿姨说真巧 你六点半准能下班吧 差不多 我还是想吃啊 我先给你倒出领口 继续吧 您好 欢迎光临 真的 超好吃的 有玫瑰味 真的 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家里的 阿姨 阿姨 你好 不是 妈 乞丐 不是 咱不在这儿说行吗 妈 果然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不是 妈咱不在这儿说 这人家单位 走吧 坐 桃子 我过来的是想跟你说啊 我想来想去啊 我觉得你跟果然不合适 合适 不合适 合适 闭嘴 我觉得你年龄也不小了 还是趁早找一个 合适的对象为好 对不对 这不用您操心这 我跟桃子出发 有你什么事 住嘴 桃子 我那是老师 我有很多优秀的学生 我给你介绍啊 您不用费心了吗 我就是要费心 要不然他就纠缠你 桃子 我跟你说 人家咋来纠缠我 你不要再纠缠我们家果然了 真的不要再纠缠了 咋来纠缠你 你没纠缠吗 他没纠缠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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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公共厂房 来 妈 别挂了 快去去去 快 我怎么吃的 咱们应该去吃一碗 不吃 妈不想吃 妈先不想吃 不然 来 回去吧 行 不然 回去吧 行 妈 妈 妈 你看我这喊半天 我天哪 怎么那么大声啊 这屋子里边 这服务场所怎么 怎么 你妈来了 怎么没说一声啊 怎么突然间造谎了 您 那个不是 我刚才 我来了一下 我在那儿听见了 好像说的话不太说耳 说什么谁纠缠谁 怎么这是谈到纠缠的问题了呢 没啥误会的 我 我听见了 我都听 听清楚了 我跟你讲 这个婚姻恋爱啊 真是管不着 我要能管 我早管了 所以别说这难听话 特别伤感情 得把一个这些 应该回到家去说 知道吗 家里能清楚到底谁纠缠谁 谁纠缠谁 谁纠缠谁 不明白吗 不是你在纠缠我们家吗 不是不是 公共厂合伙 我没有的事在说 公共厂合伙 我跟你说 我要跟她说清楚 闭嘴 闭嘴 我一定要跟她说清楚 来说 我跟你说明白 是你们家 在纠缠我们家 那果然 知道吗 人家 不但你女儿纠缠 你也纠缠 你没有纠缠 为什么主动给我们家 送牛肉干 送牛肉干 你就送了 为什么还送了一个 发霉的牛肉干 你什么配情 我都替你害臊 不是 果然 这事我可得弄清楚 我跟你讲 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你别 你别跟我说话 这牛肉干 我都没吃得吃过 我都没吃得吃过 来来来 我又要拿出这个 阿姨 我不跟你说话话 我跟你说话话 说清楚 来 拿出证据 证据 就你那发了霉的牛肉干 还让我留着啊 我把它收藏起来 我等着它升职 做梦吧你 我给他争了 拿不出证据 你就是血口喷人 回来 你告诉他 那牛肉干 是不是发霉的 你说 我让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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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孩子 不是太可怜了孩子的 你看 你亲儿子都不跟你做证 为什么呀 就说明你是胡说八道啊 果然 你说 那牛肉干 是不是发霉的 妈我求证你 咱回这吧行吗 不行 你必须当着他便 实事求是的说 那牛肉干 是不是发霉的 妈呀 行了 别逼孩子了 你看多可怜呢 这脸都张红了 果然你太可怜了 真的阿姨觉得 太太太太不容易了 你这你说不了假话 阿姨明白 你是老实 善良诚实的孩子 我跟你说你看 阿姨就是 给你买的衣服啊 特意到商场去 你看见没有啊 但是不能给你了 真的像你妈这 这太吓人了 而且我跟你讲 特没意思 什么纠缠不纠缠的 爱情 懂吗爱情 什么叫纠缠的 阿姨不能给你了 我跟你讲给你了 他把房子给点了 不给了 果然 你 你为什么就不能说 你还是不是我儿子 我是你儿子吗 那你为什么不能说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是我儿子 我不让他为难 快去 过去 过去 去吧 包帅 我问你 那包牛肉干 是不是发霉 长毛的 是发霉长毛的 妈 我错了 您别生气了 您别哭了 我不对 你说 您错在哪儿了 我错在 桃子她妈问我 那牛肉根我没表态 无意当中把您至于 没事找事的尴尬地步 让您下不来台 我何止是下不来台呀 我那叫无地自容 你说说看 在那么大庭广众之下 我是丢人现眼哪 我当时有个地方 我都想钻进去我 你说啊 本来有理的事情 我怎么就一下子 变成没理了 我没有道理 我在屋里举闹 老顾 这就是你教育出来的儿子 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 我教书育人四十年 我每次都跟孩子们说 孩子们 要实事求是 要老老实事做人 可是你呢 你为什么就不承认 你承认了难道你就会死吗 况且那是事实 你这种行为 不但泯灭了你自己的良知 也伤害了我的心 伤害了你母亲的心 妈 我错了 我真不是故意的 您别生气了 妈 我不是你妈 桃子他妈才是你妈 妈 我错了 我这 你太不想玩了 你太把你妈亲自 哭了没道了 真是 干 干谢你妈 承承受 承受 我说妈 妈 您别哭了 我错了 我管啥 我跟你说啊 你你再再再这儿 来 杀死我冲你 听不懂 行了 这签也到了 这又完了 咱就完了 这事不许再去了啊 您回头睡一会儿 我不对啊 您别生气 等会儿 等会儿 你别在这儿搅祸 你以为你搅祸了 就没事了 我问你 没泡菜 怎么回事 妈 这个泡菜 是我从冰箱里拿的 你从冰箱里拿的 你知道冰箱有什么吗 我还不知道你 那都是你爸 你爸让你这么做 你爸给你的 别别别 我承认 是 我说的 好吧 你怎么还当起贼来了 不是 这怎么做谁 这是家里自己的东西 拿出去 这怎么 自己的东西是你做的吗 那是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呀 你可倒好啊 你拿了我的果实去献给那个女演员 你像她献媚 难道在你的眼里 女演员长得都一样啊 五十年前 三十年前 二十年前 和今天都一样啊 见着女演员你就亲 见着女演员你就兴奋 见着女演员你就高兴 你自己去献媚可以 你为什么要用我做的东西 来讨好女演员 这哪儿跟哪儿 怎么叫讨好女演员呢 我就不知道 就 我真伤心 我真难过呀 你们爷俩为什么 就背着我在底下 搞小动作 这是什么行径 我辛辛苦苦 我为这个家伙奉献了一辈子 我奉献了一辈子 我换回了的是什么 我就换回你们两个 对我的背叛 好好好 我我承认好不好 我承认这是我偷的好不好 那下次呢 你再有这副事件 你就报警 好不好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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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妈 您别生气了 今天我错了 好吧 这个我要回上班 对 对 对 走 对 果然 那个杨龙山是怎么回事 我没要 他为什么送你 甭管为什么我没要 这说明他们家 跟你打得火热 你不知道 我跟他们家不对风吗 果然 我提醒过你 不要被桃子的美貌所迷惑 更不要被他妈的唐衣 他们家的唐衣 他们家的唐衣炮弹所击中 可是你现在 不但被美貌所迷惑了 而且被唐衣炮弹所击中 还把我给炸伤了 果然 我现在郑重地提醒你 我跟他们家是不两立 如果你再跟他们家来往 你就没有我这个妈 这 这 这次可真捅了麻烦我了 不是 你 你好好想呀 我 我 我也想 看看怎么弄 气死我了 我那好心都让狗给吃了 不是 不带骂人的啊 万一牛肉干真是发霉呢 不可能 不是西风上那蒙古出差者 都多长时间之前的事了 真 真保不齐过了 那保质期了 不 再说您看果然他妈 都气成那样了 没事找茬 气自己干嘛呀 对了 我还跟李大哥一半呢 不是 您 您问吗 我觉得不可能啊 您问 我们可以问一下 验证一下 牛肉干是什么呀 都 都风干了 怎么可能过期呢 那有时候都两三年 都保质期呢 你咋牛肉干放两三年吃 你咋也不放脸呢 喂 李大哥 我 宋梅 你好 宋梅 你好 你好 那个我想问你一件事啊 就是我上次不是 送了你一包的牛肉干吗 怎么样 好吃吗 牛肉干啊 我正想跟你说呢 非常标准的绿色食品 那一层绿毛上面 根本不能吃了 妹子 那没事 那 那你就扔了它就行了 好 没事 我没别的事 再见啊 李大哥 是这发霉了吧 发霉了怎么了 我都没舍得吃我给他 我是不是好意好意 关键我给你讲 桃子不在这儿 那在哪儿啊 人家手掌一发霉 我跟你说在哪儿 人家手掌一发霉 就是跟人人 人家好心好意 你不能把人家的好心好意 当成驴肝肺呀 你怎么能去闹呢 这像一个当妈的行为 而且这像一个 是不是做教师的嘛 她简直 我跟你讲 家庭妇女 都干不出这种事了 我这个 我真是小看她我 咱这事不说果然他妈了 就说果然 果然明白事理 果然知道这牛肉干发霉了 果然还背着他妈 把那个泡菜给送过来 果然还说 对对对 这就谢谢您了 看见没有 她妈妈泡菜拿走了 多有意思 我天 我 果然明白事理 我给你讲 要冲这个 冲她妈这样 咱都不该跟果然来往 跟她一刀两断 不是 那干吗呀 那多大点事了 果然太多 行了吧 我跟你说 桃子 你看着吧 将来这有你好戏看的 看着这样 妈 你看你这日子怎么过 我看不提这茬还行 提茬 我说 妈 那个 我真上火了 果然在门口了 谁 果然在门口了 您别急去摆脸的 您太多点 我 我同意她来了吗 她就上来了 你干吗呀 人家都来了 您态度好点啊 来了我也没同意